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 安樂路跟永珍路交叉口的雅萱的店 五十年老店 之前原本有一個住在國外的粉絲 他想要找一個賣蘿蔔糕的 我有盡力幫你找,但是我找不到 那這一家店就是在 很有名的早安蔥油餅的旁邊 那剛剛前面這位客人介紹說 這阿姨有名的是油飯 然後價錢都很平時 古早味三十塊三十塊三十塊五十塊這樣 阿姨你好 請問阿姨現在在這邊已經賣五十年了是嗎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了啦 五十二啦 那這樣才五十歲嘛 八十二 開玩笑的啦 五十年就五十歲嘛 八十二啦 五十九十四 五十八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八十二 七十十千 阿姨跟別人在講話 啊那 那這邊的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開始到結束 我都四點半出來買 凌晨四點半喔 要賣到幾點這樣 下午一點 有休息嗎 下午就休息了啦 明天再來賣 什麼時候休息 明天再來囉 每天來啦 一點就休息了 一點就休息 剛剛客人介紹說您是油飯比較好吃 一天天來吃 那我就點油飯好了 一碗大的油飯 滷蛋再另外算是 滷蛋跟豬血湯好了 這邊吃 謝謝 那阿姨既然賣五十年的話 那國外的朋友應該是有看過阿姨 五十二了 五十二了 還年輕啦 五十二了 從年輕賣到現在啦 從年輕賣到現在 年輕的時候 一尊 好謝謝 喔好大碗喔 今天這個吃下去 我想又吃不下別的東西了 阿姨 阿姨從年輕賣到現在 有沒有開兩三間店阿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 一天來 我主要讀書 喔這樣 我主要讀書要吃飯 欸 好謝謝 喔 所以才開這個 這個小吃攤阿 對啊 這樣 阿現在孩子大的是算 換孫子阿 嘿嘿嘿 起孫 嘿嘿嘿 好 那這個就是很傳統的台式小吃 嘿 這都是古早味的啦 古早味的 OK 嘿謝謝 好那這邊就寫了古早味啦 不要懷疑啦 古早味 好再來就是這個客人講說很好吃的油飯喔 然後裡面就是有肉燥 香菇 香菜 還有 糯米 蘿蔔 蘿蔔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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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的吃吃看 就是有這個阿嬤的味道啦 他每天也來吃 好 嗯 唉唷 口味確實不錯喔 嗯 嗯 就是那種很古早的味道 嘿 要怎麼講呢 好像有蝦米在裡面 有蝦米 金鉤蝦 香菇 豬肉 嘿 很好吃 嗯嗯嗯 阿這樣一碗才50塊嘛 燙啦 30塊 喔30塊 是30塊的 喔 這樣是50塊啦 50塊 嘿 好蝦米也蠻大的阿 嗯嗯嗯 應該是要加甜辣醬 是這個嗎 甜醬 甜醬 加油 啊啊啊啊啊 差一點我的手機又下去了 他阿姨介紹說 桌子上一小罐辣椒是自己做的 比較辣也比較香 好那就加多一點 然後那個是甜醬 好那基本分數我覺得有90分喔 很便宜然後很好吃這樣 好最重要是有個古早味 好 好現在再吃吃看這個加料了之後的油飯 嗯 喔加料之後更好吃 香香香香香 整個那個古早味就出來了 雖然他這個 糯米比較黏一點 但是口味很好 然後辣度大概 其實算小辣 很香這樣 好鹹一點 但是口味很好 好 好那國外的朋友現在看到 應該是口水快要流出來了 喔很好出很好出 上面沒有吃到 上面沒有吃到 好那個阿嬤建議拌一拌 沒關係其實整個都吃到就可以了 傳統古早味 好讚 然後大概溫度是溫溫的 但是口味很好 然後鹹一點 大概配個湯就剛剛好 好吃 好吃又便宜喔 嗯嗯嗯 好現在吃到蘿蔔乾的味道了 好加料完之後 分數我覺得是93分 很棒 好吃 好那剛剛阿嬤講說 就是有的時候 有人會跟你來買個 三斤十斤 這樣子跟你買 這樣子齁 了解 所以阿嬤油飯真的是不錯吃啊 好再來是這個 很古早味的豬血湯 然後 這上面就是有韭菜段 應該有酸菜吧 酸菜然後豬血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阿嬤的愛心 這樣一碗也才30塊而已 便宜到不行 好好吃 當然我知道說 南部有更便宜的價錢阿 但是 我坐高鐵還是坐捷運去 坐高鐵或是坐飛機去 那個價錢根本就划不來阿 如果有機會再介紹看看 這個中南部的小吃阿 好吃 嗯? 好那這個豬血就是很滑口啦 那傳統的口味這樣子 好那便宜又大碗 雖然便宜但是豬血沒有打折 沒有煮到說一個洞一個洞的 還是蠻嫩的 好吃 嗯 口味都稍微偏鹹一點 但是 口味上是不錯啦 鹹一點點這樣 那我覺得豬血湯的分數是 90分 鹹齁 如果不太鹹 這個 這個肉太少了就不會鹹了 這樣喔OK 好 好那剛剛阿嬤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我想要口味稍微淡一點 你可以跟他講啦 嗯 不要那麼鹹一點 你可以跟阿姨講啦 OKOK 好 OK好 好那這個油麵超誇張的喔 這樣下去應該到晚上都還是很飽這樣 我只要你被夾鹹 好啊這個老客人阿姨說就是他要什麼都知道 對啊 那我今天這樣多少 請你輸 不要啦阿姨要戶啦 好那阿姨很客氣也很好客啦 那這一家就叫做亞萱的店 50年老店 就希望是粉絲你記憶中的那一家店 他就是在這個全家 全家貝利商店中和永禎店的旁邊 好那各位我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安樂路439號的北港肉羹 那這一間店就是上次我在菜市場吃的那家的另外一間分店 他們就是有北港肉羹、花枝羹、魷魚羹、魚酥羹 然後也都是同版價才50塊而已 老闆你好 你好 那這一間店就是跟上次在菜市場的北港肉羹是同一間公司 好 那這邊的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早上的7點到下午的2點 早上7點到下午2點 有公休嗎 沒有 沒有 我的店其實都沒有在公休 是 辛苦了 那我今天就想要吃吃看您剛介紹的這個魚酥加花枝 是 這邊吃謝謝 那你要加麵粉、冬粉還是板條 米粉好了謝謝 您請說 我們的魚酥是每個都有分開抓 對對對 這樣客人吃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因為比較不容易暖化 OK 就自己加這樣子 自己加的話比較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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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再吃一碗這個 跟冬魂 口誤更正 跟米粉 那住在安樂路的朋友就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就不用走到那個菜市場 這裡也有這個北港肉羹 現在就咬上那個上次喝過很好喝的羹湯 然後加入這個蒜水 胡椒粉跟黑醋 還有香菜 好 那就再來回味一次啊 這個是 哇 很大塊的花枝 哇哇 很超值 在跑了 很新鮮的魚漿耶 吃起來很甘甜 好吃 嗯嗯嗯 很傳統的風味 好吃 然後移出就慢慢加進去 很脆啊 嗯 醬它的口感一定是很酥脆的 嗯嗯嗯 嗯 嗯 好吃 今天很lucky喔 這個吃的都是通班美食 嗯嗯嗯 好吃 好那這樣是80元 然後桌上也有很好吃的這個 辣椒混 上次加了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次加一些 一個蠻傳統的風味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花枝就是很 很大塊 然後很新鮮 那分數的話我覺得是 這樣才80塊 那就100分了 很便宜啊 很傳統的風味 然後便宜又大碗 好吃 嗯 它辣椒加下去就是 微微的辣 然後很香這樣 有點像是韓國辣椒的感覺 辣椒粉 南部傳統的 南部冷室比較沒有這麼大 哦 南部冷室沒這麼大 所以我加這個 加這個 如果在北部 如果在北部有看到那個 新港的要肉羹 北港的肉羹 只要羹類加這個東西 然後來到 到那個北部來 他們覺得那個 才加辣椒加 那老闆就有講得很清楚 這中南部的話就是加辣椒粉而已 就沒那麼辣 那北部人比較愛吃辣 所以就是有這個生辣椒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個辣椒粉就很香 但是還是加一下了 好 那這個就是通班美食 然後 可以自己調 哇 生辣椒真的有比較辣 好那這樣看得很清楚 湯頭很甘甜 然後傳統的風味 然後花枝跟這個魚酥 很好吃 魚酥也很酥脆 好那不管怎麼花也花不到100塊 但是這個CP值超高的 好那大致上就這樣 我慢慢再把它吃完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